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律师 你好 李老师好 各位大家好 好 我们首先来介绍今天的讲授重点 我们要首先介绍的是专利的要件 接着介绍专利的申请 再介绍专利的审查与再审查 我们要用一些案例来跟各位做讨论 首先第一个案例是说甲 它以英语英镖获得美国的专利 这个发明整体对于先前技术的贡献 具有技术性符合发明的定义 而且这个发明经过PCT进行 这个新颖性进步性和产业利用性的 这个初步审查意见 显示这个具有专利的技术 被世界性的机构所认可 于是他就向经济部来申请 这个发明专利 可是经过审查再审查 申父 宿苑都不给他专利 所以甲就提醒了行政诉讼 那经济部智慧产业局 它是主张PCT的初步审查意见 它是属于专利申请实质审查前的 一个参考评估文件 并不是终局审定结果 所以英语英镖就该方法的本身 是取决于人类主观的意念 或人为的规定 它并不是一种利用自然界固有的规律 所产生的技术思想创作 所以不符合发明的定义 所以就不给予专利 那请问一下 这个是哪一番有理由 这个提设的情形 是我们事务上确实发生过的一个案例 那么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 智慧财产法院 一百年度新专数字第十号的一个判决 它是有关行政诉讼的这个部分 那么法院 从结论而言法院基本上应该是支持 智慧财产局的一个立场 那么它的理由大概分成几个部分 第一个有关为什么法院认为 这个有关这个细争的这个产品 这个英语英镖的这个部分 是不能取得专利的 发明的专利 这个法院主要 他一开始他是怎么说 他说所谓的发明 应该是指所称的发明 必须是以技术领域的技术手段 来解决问题 才符合技术思想的创作 才符合技术思想的创作 如果你今天发明的专利 专利的发明 是利用自然法则以外的一些规则 比如说是数学方法 这种游戏的或者运动的规则 或者是人为的规则方法或计划 或者是必须借助人类的推理力 记忆力等等新制活动 才能够执行的规则方法或计划 这个时候法院认为 他因为不是所谓的自然的技术 自然的法则 所以这个时候他认为不具有技术 不符合发明的定义 这是法院首先开中民意 把所谓的发明的这个 的意义 要把它再做一次阐释 那么有关今天来申请 发明专利的这个 音标的这些项目 法院认为 他们基本上都是利用人类的 这个要借助人类的推理力 还有记忆力这些新制活动 才能够执行 才能够去记忆 这些英语的发音 不管是母音子音的发音等等的 所以既然他是必须借助 人类的推理力跟记忆力 这些新制活动 才能够执行的规则 他就不是所谓的 自然法则的创作 所以法院认为 总而言之认为 这个是不符合 发明专利的这个要件 所以认为就是不可以 取得发明专利 那么虽然在这个案子里面 这个原告主张 我的这个都已经经过了 国际的这个审查 所谓的PCT的审查 所谓PCT就是 Patent Copy Operation Treaty 我们中文翻译它叫做 专利合作条约 专利合作条约 那么专利合作条约 虽然纵使经过了 它的这个初步的审查 法院认为 这个专利合作条约 是怎么样的 怎么运作的呢 它是有关专利保护的 国际合作协定 提供了申请人 经过这个PCT的途径 向国际递交专利的申请 同时向多个 PCT的会员国 申请专利 那么在这个案子里面 原告所提出的PCT的这个对应案的 审查意见 是它在专利申请 按于PCT申请的一个国际阶段 International Facts中 PCT国际初步审查单位 这个依照他们的33条的规定 做的基本 初步对于它的吸引性 进步性跟产业利用性的 这个专利条件的审查 那么这个专业利用 这个专业的意见的审查 其实只是提供 这个初步审查意见 只是提供申请人 它进一步的评估 那它的专利申请人 是不是要进入国家的阶段 就是所谓的National Facts 那经过这个 这个该会员国专利局的 相关或专利主管机关的审查 再获得专利 所以法院说这个PCT的 国际初步审查意见 既然只是供你评估参考使用 是没有办法拘束PCT各个会员国的 也就是说这个申请人 他透过PCT的这样的一个程序 他还是要提出进入国家阶段 向各个会员国去提出专利的申请 那么也各个会员国 依照他们自己国内的 有关的相关的专利法上 对于发明的定义去审查 是不是可以给予这个发明的专利 所以也就是说 你虽然通过了PCT的初步审查 但那个评估意见不能拿来拘束 我们国内的这个相关的主管机关 也就是智慧财园局 所以智慧财园局根据我们自己的专利法 最后的审查认为 它不能取得这个发明的专利 法院基本上是支持 制裁局的一个意见跟立场 是 所以刚才透过律师这边所解说的话 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了 这个本案之所以会支持了这个 经济部智慧财园局的立场 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认为 这个原告他所提出来的这个专利的申请案 是不符合我们专利法第21条的规定 也就是说这个申请专利的这个发明 必须是利用自然界中固有的这个规律 所产生的一个技术思想的一个创作 那么如果你不是利用自然界固有的这个规律 所产生的这种技术思想的这种创作的话 那你就不能够申请这个发明专利 因为你就不是一个专利上的一个要件 那么因此有关于要利用人类的推理力 利用人类的记忆力 或者是利用精神的这个性质的等等因素 它都不能够当作是自然法则中固有的一个 技术思想的一个创作 因此本案就把这个原告的这个申请就驳回了 可是我们现在要来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这个刚才所讲到的这个PCT 这个所谓的Patern Cooperation Treaty 这个所谓的这个合作专利合作条约 或者是美国的专利法 甚至于我们再仔细再看TRAPS上面的规定 它是不是要求严格的遵循 这个必须要具备有这个自然界中规律的 一个技术思想的一个高度创作 我们发现到好像也没有这样子规定 那如果没有这样子规定的话 为什么我们的专利法要这么如此的严格的限制 那么因此以前我们在举例的时候说 今天假设我发明了一个这个投球的技巧 比如说我说升卡球 我可不可以申请专利是不行的 好 但是我现在发明一个游戏 那这个游戏这个比如说下棋 我发明了一个下棋的这个 我可不可以申请专利呢 说游戏不是吗 现在我们也有准许游戏可以申请专利了 那为什么这个游戏可以申请专利呢 这个游戏要来玩的时候 它要利用人类的学习力 它要运用到人类的理解力 它可能也运用到记忆力 甚至于它可以运用到其他的计算法则 那假设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让它申请专利的话 那为什么这个所谓的英语音标这个部分 我们不能呢 只是因为它没有利用自然法则中固有的这个技术思想 那也许它是有一定的规则存在 那这个规则里面难道不能够认定吗 像比如说美国的这个专利法101条 它就规定了 它说任何人的发明发现的这种方法 那只要符合了这个规定 它都可以来申请 所以我是觉得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对这个部分 稍作泛宽的一个认定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进行下面的题目 好 我们看第二题 假发明了一个新的产品 在2011年5月开始贩售 两个月之后假发现到有类似甚至于是相同的产品出现 所以它就赶快去申请专利 那请问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核准它呢 是 我们提设的这个情形其实就是要来探讨 我们在专利法上有关发明专利的一个很重要的要件 就是所谓的吸引性这个要件 那么有关吸引性这个部分 老师在大作里面提到 吸引性指的就是必须是前所未申请专利者 那这个前所未申请专利者包含了两个含义 一个层面的含义是指从来没有该项的发明或创作 另外一层的含义是指虽然有类似或相同的发明或创作 但是从来没有公开于事 或呢 未为专利之申请人 这个未为专利的申请 所以不为人知这种情形 代表有这两种含义在里面 那么为什么 这一个吸引性的目的呢 为什么要有吸引性 吸引性的目的是在保护公共利益 因为一个技术 一个发明创作 如果应工作于事 这个时候基本上被世人所窒息的这个技术 应该是变成公共财了 他不应该再让这个他人再去申请取得专利权 所以这是基于公共利益的一个出发点 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专利法里面 有关这个吸引性的这个要件 应该是规定在我们专利法的第22条的第一项 它是说可供产业上利用之发明 无下列行星之一 得益本法取得发明专利 第一个申请前以鉴于看物者 第二个申请前以公开实施者 第三个申请前以为公众所窒息者 所以只要有下列情形之一 就失去了吸引性 就不能再申请发明专利了 其中尤其跟本体有关的 应该是在第二块 就是申请前以实施者 我们在之前讨论到 所谓的这个发明的实施 物的发明的实施 在58条的第二项指的是什么呢 其中就包括了贩卖的行为 所以提设这个情形 假他已经先贩卖了两个月 才要去申请专利 因为这个时候既然已经公开实施 基本上已经失去了吸引性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严格的贯彻 这个吸引性的要件 可能会太过严苛 因此在我们的专利法 又有一个配套的一个措施 我们称它叫做优惠期 也就是great spirit 什么叫做优惠期呢 在我们的专利法的 22条的第三项 他说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并于其事实发生后 六个月内申请 该事实非属第一项各款 或第二项不得取得 发明专利的情势 第一个因为实验而公开 第二个因为刊物发表这个情况 那第三个因成立于政府主办 或认可的展览会 看起来好像很奇怪 第三项的第二款刊物发表 刚刚不是在第一项 以申请监与监于刊物 为什么这个刊物发表 又变成是可以 是所谓的吸引性的一个 可以有具有吸引性的 这样的一个例外呢 前面的第一项的那个公开 以鉴于刊物是别人 把它发表在刊物 那第三项所说的这个 这个优惠期里面的 这个因与刊物发表 是指这个发明人 他自己发表在刊物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 那么另外在这一次修法 有个很重要的 也就是第三项第一款 因实验而公开 在旧法的时候 是把研究跟实验是并列的 但是为什么把研究拿掉了呢 因为研究基本上被认为 它是一个还没有完成 发明的一个阶段 既然还没有完成发明的话 它应该是不受 不能去申请发明的专利 而实验是对一个 已经发明的 对这个创作 它去做测试 所以就实验的部分 应该是可以 去申请发明专利 所以就这个部分 做了这样的一个修改 所以但是本体 因为不符合所谓的这个 优惠期第三项的这个情形 所以假的 这个既然已经公开贩售了 应该依照22条第一项 第二款已经失去了吸引性 是 我们这个题目 就是在讨论的 有关于这个吸引性的部分 在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个美国的专利法上面 它主要的就是 最重要的一个专利的要件 就是吸引性 那如果这个申请专利部分 假设已经为 先前技术所掀占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就会欠缺吸引性 而没有办法去申请这个专利 但在欧洲那专利公约 那成员国他们大概都不是用这个 新引性 他们都用所谓的进步性 就是impetive step 那这个进步性呢 就是说它这个发明呢 必须要比现在的技术要更为先进 更为进步 而且是非显而易之的 但是我在书本上面也提到 其实这两个基本上的含义 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那么因此我们说这个吸引性呢 既然是成为我们的这个专利申请的 这个要件的话呢 那么它就会出现到 本案它在实施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贩售两个月之后 它才去申请专利的话 那可能就会碰到我们 一百年修正的第二十二条 第一项的这个第二款的这个情形 那刚才呢这个律师有提到 如果说今天它有所谓的 优惠期的这个符合情形的话呢 那么这种情况下 它就例外的就不会受到这个影响 但是我们刚才就谈到这个优惠期的部分呢 它一定是要对于特定公开的事情 差财可以呢 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去主张呢 这个专利的申请 如果这个不是属于 刚才律师所提的这几款规定之类的 特定公开情形的话呢 那么它就没有办法去主张这个优惠期 那么因此我们就发现到 本案呢 它并不是这个刚才所讲的 优惠期里面的特定的这种情形 所以它就没办法去申请这个专利了 这是不符合性 而无法取得专利权的申请 好 那么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看呢 这个专利权申请的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呢 这个比较多 比较长 所以我们可能念完这个题目以后 可能要休息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 这个甲呢 它所属的这个西农公司呢 与乙公司合作 约定于乙公司呢 为甲代工这个代料生产的保健食品 另外呢 由乙公司每月给付呢 这个原告甲和西农公司呢 新台币两万元的这个顾问费权利金 让乙公司可以行销 与原告同样的产品 那么甲呢 就将自行销售的这个通路呢 定名为这个雷斯利转存 那么乙公司通路销售的这个品名呢 就定名为这个萨丁利转存 两者呢 这个成分稍微有些不同 那以作为市场的这个区隔 那甲就将有三页机密的这个成分配方呢 以及制造的方法 就交由乙公司呢 这个营养师签收了 并且呢 去制造生产行销与市场 但是呢 乙公司却利用呢 为甲公司代工代料的这个机会呢 就取得细征产品的发明配方 以及它制造方法 而且呢 他没有经过甲公司的同意啊 就以乙公司的名义 向经济部智慧产品学申请专利 那这个时候呢 甲呢 他已经去向智慧产品学提出了检举 由于呢 在专利申请的审查期间 造成了诸多不安的状态 所以甲就认为呢 在法律上的地位呢 也受到侵害的危险 这种情形 所以就要求呢 确认甲为细征专利的发明人 及拥有呢 细征专利权的这个权利人 而乙公司呢 他就看变 说呢 这个乙公司并没有利用 为甲公司代工的机会 而抄袭的情势 而且呢 他是说这两者的这个成分组成呢 剂量都有不同 而有不同的成分剂量 所加成后的一个效果 功能也不一样 技术发明也不相同 所以呢 不能够据此认定乙公司 有利用呢 为这个甲代工的机会 而抄袭利用技术 第二个呢 甲企素呢 主张他的这个发明人 而呢 这个 他才是呢 真正的这个合法的申请权人 那乙公司主张应该由 甲就于 他是真正发明人 或具有申请专利权的事实 来付举证 而甲也没有尽到举证责任 所以呢 基于这几点呢 他认为应该要驳回这个申请 那么 请问一下 这个是 何人的主张有理由 我们休息一下 以后呢 请律师来帮我们解答 是 刚刚我们提设的这个情形 也是我们事务上确实发生过 实际的案例 那么大家可以上网去查 智慧财产法院101年度 名砖数字第100号的一个 民事判决 好 那在这个案例里面 法院 基本上 他一开始 先做有关这个 对于申请这个专利申请权 还有专利权 这个做了这样的一个解说 那特别是在专利申请权的这个部分 法院说 按专利申请权指得依本法申请专利的权利 那么专利申请权人出本法令有规定或契约令有定定外 指的是谁呢 指的是发明人 创作人 或其受让人 继承人 继承人 那么专利法第五条 有明定 有明定 那么又按发明人系指实际进行研究发明之人 发明人须对申请专利范围所记载的技术特征具有实质贡献之人 所谓 这边所说的实质贡献之人 法院认为说应该是指的是为了完成发明而进行精神创作之人 也就是其需就发明所欲解决的问题或达成的功效产生构想 并而提出具体而可达成该构想的技术手段 才符合对于这个所谓的实质贡献之人 法院先对于这个部分先做了一个定义 然后根据这个具体个案的事实 法院认为说在这个案子里面 也就是这个某甲 在这个提侧的某甲这个角色 某甲他主张这个细征发明 他是真正才是真正细征发明的真正发明人 而且他也提出了有关相关这些逆转存的一些手写的一些配方 里面清楚记载了非常详细的这些各种成分还有剂量 那么他不但提出了两种逆转存的配方 手写的配方 那法院经过比对之后 他发现这个也就是甲提出的这些配方 跟以他这个公司所制造出来的另外一个 叫做萨丁逆转存的这些成分 其实大部分这些就是这个申请发明的这个 细征发明的各项申请专利范围的技术特征 都已经记载在这个甲的 他手写的这些配方里面了 那么或者他只是这个甲的手写的配方 所在的技术特征上 再加上一些大家都已经熟知的这些技术 所以实则这个乙的这些发明的技术特征 是源自于甲所提供给这个乙的这些手写的这些配方 那么法院根据这样的一个认定 他认为这个甲才是真正有关这个发明申请专利范围 所记载技术特征具有实质贡献之人 所以甲才是真正的这个发明人 既然甲才是真正的发明人 根据刚刚我们谈到的这个专利法第五条的规定 应该是以甲才是牺牲发明有申请权的人 所以在这个案例里面 在法院的实际案例里面是支持了甲的立场 认为甲才是可以依照专利法第五条的一个专利的申请权人 是 我们这个案子是在谈到了这个专利的申请 刚才律师这边也提到了 就是我们来谈到的这个有关于的这个所谓的专利的申请人 他跟专利权人跟发明人跟专利师专利待遇人 它是不太一样的概念 原则上我是一个发明人 我应该可以取得专利权 所以我应该是专利权人 但是你要去取得专利权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申请 因为我们采用专利的注册主义 好 我今天我要来申请 我可以自己申请 我也可以去请这个专利师或专利代理人替我来申请 那么在这个部分来讲 那刚才律师提到的专利法第五条的规定 就是说除了本法令有规定 或者契约令有规定之外 原则上是指了发明人 创作人跟受伤继承人 和本人为这个专利申请的权人 那现在本案的真指点就是在说 这个甲是主张 他是这个发明人 他是专利权人 所以他可以来申请 那这个乙就认为说 你是这个发明人的话 你就必须要能证明你是发明人 那怎么证明呢 你就必须要对这个发明具有实质贡献 你才是所谓的发明人 那当然在这个部分 这个刚才律师就跟各位介绍了 这个所谓的实质贡献 是指的完成发明 而进行精神创作之人 其需就发明所欲解决之问题 或达成之功效产生的这个构想 这个是我们在判决里面 所引用出来的 那么因此呢 这个甲呢 他在证明了 他说这个我们的配翻 几乎完全相同 而且呢你是拿到我的手写的配翻 所以甲都能够证明 这个乙的这个配翻 是源自于甲这边而来的 所以甲的这个证明能够成功 那乙的这个发明专利的这个部分 显然是抄袭甲的部分 甲可以证明 他是一个具有实质贡献之人 那么因此本案的申请人 这个部分就解决了 所以甲应该是这个发明的这个申请人 用这个方式来了解他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再来了解这个有关于专利的申请的部分 我们再用一个题目来请律师帮我们做解释 就是假他有两个发明 想要来申请专利 是不是可以一起申请 还是要一个一个的分别申请 是 有关这个提设的情形 也是我们刚刚稍早以前讨论过的 就是发明专利里面的单一性 也有一个具有单一性的这样一个特性 单一性其实就是我们专利法第33条的规定 33条说申请发明专利 应就每一发明提出申请 那么当然例外是两个以上发明属于同一个 属于一个广义发明概念的时候 特于一个申请人提出申请 那么一案一申请这个原则 我们稍早也介绍过 它其实是最重要的应该还是 本于检索上面的一个方便 因为如果把一个案子里面提出 两个以上的发明申请 这个时候将来对于发明案的 这个申请案的检索 发明专利申请案的检索可能会造成困扰 所以因此在这样的考虑下 采取了一案一发明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是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一案一申请原则上 我们是一个发明一个申请案 但是刚才律师所提到的 就是说他可能会有这个 有相牵连的 这属于一个管理发明概念的情况之下 那么这个时候 虽然形式上看起来是有两个以上的发明 但是因为技术相互关联的话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当作 一个专利案来申请 所以这两个以上的发明 在技术上如果相关联的话 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 属于管理的一个发明概念 那它可以当作一个申请案来申请 好 那我们后面再想请教律师的 一个案例是 这个专利案如果它要经过实体审查 那么大多数的审查案都会拖延很久 所以现在专利法上有一个制度 叫做发明早期公开制度 什么叫做发明早期公开制度呢 是 因为早期有关这个专利权 它是审定之后才会公告 所以技术要等到审定公告之后 才会公开来 那这个时候因为花了相当多的时间 所以在相关的这个其他的 比如说竞争者 他可能有类似的技术的时候 那到那个时候才知道 到底有没有一个技术 它是取得专利 那么这个时候它可能已经浪费了 很多研发的这些成本跟人力 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个早期公开制度 也就是说提出专利的申请 取得一个申请日后 专利专者机关不会马上进入实体审查 那么经过18个月之后 这个时候我们的37条的第一项就有规定 18个月 这个经过 申请日经过18个月 那个专者机关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技术公开来 为什么要把它公开来 就是让其他的这个技术的 可能从事研发的这个技术的相关人 他们可以知道 已经有一个申请案在这边了 那就不需要再浪费那些成本跟力气 那么也对于申请而言 他也可以在这样的一个 在这个公开的过程中 他可以再评估 到底我今天这个技术具不具有产业的实用性 那需不需要再进一步再去申请实体的审查 所以早期公开制度是其实具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么早期公开是我们的37条第一项是规定18个月 但是申请人也可以要求更早提早公开 是 那刚才律师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早期公开制度主要是要针对要需要进行实体审查的这个专利案 我们才会应用这个部分 那如果今天我只是在做刑事审查上面的话 可能对这个早期公开制度就没有这么的必要性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刚才律师也提到了 这个早期公开制度是因为专利案提出申请的时候 在18个月之后它才会将申请公开 那这样可能会使得我们企业会重复的来做这个投入研发 浪费的这个社会资源 所以为了能够促进技术的早日的这个公开 避免从这个重复的投入 那么因此我们有了这个制度 因为今天的时间关系 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接到这边 谢谢各位的收看 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银行实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